我们继续来谈 普罗蜜法门的五大特点 所谓普罗蜜法门 指的就是大圣法门 这并非说 布派佛教 没有普罗蜜这种的修行法 南传佛教也有十婆罗蜜 但南传巴历文的 普罗蜜的意思就是最高 最高是什么呢 就是以解脱道的修行 修到最高的程度 所以南传佛教的十婆罗蜜 主重点都是自我的修行 主要就是戒定会解脱这一方面 但是大圣的普罗蜜不是 大圣的普罗蜜是道佛的彼岸 这个叫普罗蜜 道佛的彼岸 就是这个菩萨以成佛为目标 自立立他 一直到成佛的彼岸 成佛的彼岸 成为最圆满了 我们要讲到普罗蜜的第三个特点 叫做详细分析心灵层次的 为不同的地 地呢 在梵文 巴历文都一样 都称之为布米 布米 布米就是地 就是以大地来做象征 那为什么用地来做象征呢 因为地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所依 第二个意思是住持 第三个意思是生成 生成 所依 住持 以及生成 所依的意思 你看 我们地球 我们地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所依 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依大地而有 所以大圣本身的关键 就是将心比喻做地 最近澳洲的艺术大学 研究地球 传统的地质学 地球科学是将我们的地球分成四层 地壳底下有四层 从所谓的地壳一直到最里面地的核心 而澳洲大学最近发表一篇论文 说我们的地球不只是四层 还有最核心还有一层 就把这个地球分成五层 分成五层 在分成文这个是现代科学用这种科学的仪器去探测 探测利用这种电脑快速的计算 计算出我们这个地球有五层 有五层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地球的形成是经过五个阶段 地球的形成经过五个阶段 因此地球啊 就有最内的核心 在另外一次的变动 再一次变动 最新的地球科学 就认为我们地球 经过五次的大变动 才形成目前的地球 目前的地球 所以地的第一个含义叫做所一 一切万事万物的所一 因此呢 大圣佛法都是将心称之为地 所以地也就是心 换言之呢 心是修行的所一 也是成佛的所一 一切的善法恶法都是依心而有 那恶法那就是心是恶的 因此就有恶法就造恶业 如果善那就变成善法 如果能够将心清静 那就变成初世间的圣人 这个心就是地 心就是地 一切善恶的所一 你要成佛 也是要重新下手 诸位要注意 要成佛要重新下手 不是拜拜 不是祈祷 而这个可以成佛的 不可能成佛 一定要从心下手 因为心是一切万法的所一 地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住持 住持的意思就是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性 您看我们这个地球比起水 比起火 比起风 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固的 它能够住持 这是住持的含义 就是相对的稳定 相对的稳定 如果就心而言 我们心当然也是无常 而且心的无常是非常快速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到第六世的无常 但如果以相续心或是大圣为嗜学的阿赖耶士 或者是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或是佛信心性的话 它是相对的住持 相对的稳定 不派佛教讲的相续心 就是我们第六世 它是相续一直相续 即使死了 心还是相续 然后立刻就有了未来世 这个是南传佛教 如果是别传据色论就有中游 四游之说 但是还是相续 阿赖耶士 他就是相续 即使是死后呢 阿赖耶士 他还是存在 虽然他一直在变化 可是他还是存在 阿赖耶士是住持 他是含常种种的业力种子 这些业力种子会让众生感召未来世 如果是佛信的话 那更是住持 佛信有空有不空 这两种层面 他更是住持 他更是常乐无尽 所以经典 大圣经典呢 都是以地来象征行 来象征行 所以有不同的地 也有不同的心灵的层次 不懂心灵的层次 而这个地最高的就是佛地 佛地 如果是语解师地论 就将这个地分成十七地 从这个凡夫一直到如来地有十七地 这个就分析得非常地详细了 那第三个地的含义就是能够生长 我们看一切植物都是因为有大地才能够一直生长 而有情众生也是依大地为所谓的所依 我们有情众生是因为有大地提供我们种种能够生存下去的质量 我们十一祝贤欲乐都是以大地而有能够生长 那同样我们心也能够生长 生长恶法 生长善法 生长清净法 所以大圣佛法是用地来批育这个心 而对心的层次就分析得相当详细 要分析得相当详细 那为什么会分析得这么详细 我们就必须要来看这个菩萨道大圣 他的产生背景 产生背景 产生背景 这个菩萨道的产生背景 他的思想远远在四阿寒里面就有了 在南宠佛教的五部经也都有了 都有了菩萨道的思想 当然没有提出菩萨道的这种名称 可是都已经有菩萨道的思想 怎么说呢 在北传的四阿寒之中 北传的四阿寒之中 我们知道扎阿寒是专门讲修行的 这个修行者比丘啊 你如何去观五音 如何观十二处 观十八戒 观缘起 观十 等等 都是修行的内容 被认为扎阿寒 南传叫做相应部 相应部经被传的扎阿寒被认为是 最接近历史上的释远摩尼佛的思想 释远摩尼佛他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教什么法 要怎么了解他呢 我们就要读扎阿寒经 如果南传就是读相应部经 读扎阿寒经 扎阿寒经 就是佛妹后那一年呢 大约就已经结级了 佛妹后那一年的夏天 大家社呢 就召开了第一次的结级大会 那结级大会首先结级出来的就是经 还有绿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文字的记载 都是口耳相传 都是口耳相传 是师父教徒弟 那徒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加有减 而且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习性做几事 做几事 有的时候是故意的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 就删掉了一些又增加了一些 但不管怎么样 扎阿寒经 那是最接近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那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文字的呢 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文字的呢 我们如果根据这种学术的研究 最早有文字出现的 最早有文字出现的 应该是在佛灭后 佛灭后两百年 佛灭后两百年就是阿育王的时代 这是根据南传佛教 根据南传佛教的说法 说佛灭后百年是第二次的结集 第二次的结集是有关于 这个律 关于戒律的观点不同 因此就引起东方比丘 西方比丘的争论 但北传的第二次结集 南传佛教不承认 而南传佛教认为第二次结集 就是佛灭后两百年 两百一十五年左右 这是阿育王时代 那个时候南传佛教说 而开始有巴黎文的经典出现 但是南传所说的第二次结集 那北传又不承认 又不承认 那不管怎么样 根据这个学术的研究 最早有佛经文字记载的 是佛灭后的两百多年阿育王的时代 那就是有巴黎的三藏出现 巴黎的三藏出现 那就是所谓的相应部经 长部经 中部经 正一部经 还有一个小部经 至于北传的阿肝经 到底是什么时候有文字记载的呢 目前还研究不出来 还研究不出来 因为北传的阿肝经 是属于各个部派 是在印度 现在印度的西北部 Cashmir 哪个地方 开始结集的 那这个我们目前所知的 如果是 杂阿肝经 中阿肝经 那个是属于 属于一切有部 如果是长阿肝经 属于法藏部 如果是正一阿肝经 属于大中部 那这个菩萨道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 长阿肝 以及 中阿肝里面看到 长阿肝跟中阿肝里面看到 南传佛教等于就是 长部经 还有中部经 那南传佛教多出来一个小部经 多出来一个小部经 也有菩萨道的精神 也有菩萨道的精神 那这些菩萨道的精神 到底是如何呈现呢 长部经 中部经 或是南传的小部经 相当于北传的长阿肝跟中阿肝 记载 记载是佛的前世的故事 当然这些故事是不是可靠 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印度人的传说 那印度人呢 印度人呢 就把他们印度民间所流传的 这个好事情 通通把他这个收集起来 把他这个形象画 佛教 那佛教就把他收 这个就是 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就好像中国的古说的神话一样 有神龙世吗 有福西世吗 有这个碎人世吗 这个也都是传说 都是传说啊 这个传说 就是人种种的发明 都是用神话来表现 没有人可以肯定 但是这个是民间传说的阶级 那佛教啊 就把这些传说 这些做好事情的传说 把他说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 那释迦牟尼佛这一世能够成佛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过去是行善 过去是做了好多的事情 那过去世 他的过去世啊 那是无穷的 无限的过去世的 他的过去世可能 有某一段时间是没有佛的时代 有一段时间是有佛出现的时代 这个又不一样了 没有佛出现的时代 无佛的时代 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有佛 代表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有佛法 没有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但是到底做些什么 那这个长阿寒 以及中阿寒 救手 没有佛的时代呢 佛呢 他是转容圣王 是国王 或者是长者 或者是这个普通文 总之就是社会的领导阶层 这是社会的精英 因为没有佛 所以他所教化众生的内容 没有解脱之道 这是世间的善法 叫人家要弃恶行善 这个是没有佛的时代 如果有佛 包括有佛法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以在家生来供养佛 到底是怎么样子呈现 释迦牟尼佛的呈现方式 有在家 也有出家 如果是在家 那就 有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以在家生来供养佛 供养佛来亲近佛 这个是很自然的 如果有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有可能是出家为比丘 而出家为比丘 那就是修解脱之道 这个就是菩萨 所谓菩萨道的思想的源头 南传佛教小部经里面还有二部经 还有两个经是有关菩萨道精神的 第一部经叫做所行藏经 所行就是所做 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 到底做是什么 所行藏经 那所行藏经当然就是修解脱道 一个南传佛教 有修解脱道为主 自己得解脱了 又这个教化众生 这个叫所行藏经 第二部是小部里面的景点 跟菩萨道有关的呢 叫做佛总性经 佛总性经 佛的总性 佛的总性 这边讲的就是佛历代他都是撒地历种 那都是如果是在家的话 就是供养佛亲近佛 如果是出家的话 那就是跟佛来学习 这个叫佛总性经 那前面如果讲说所行藏经 那大约就是讲佛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 跟北传一样 都是金刚经讲说在燃灯佛授记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是当来必定成佛 所以所行藏经 所讲的就是阿佛的前世呢 从燃灯佛授记他 将来会成佛 这个名字叫做释迦牟尼佛 而后呢经过哪一尊佛哪一尊佛 他如何修行 所以一直到多率天 上升多率天 而后呢下降到人间 有所谓八相成道 如果是藏传佛教啊 不只是八相成道 而是十二相成道 那这个都是属于菩萨道精神的来源 所以菩萨道精神的来源呢 在阿含经就有了 就是长阿含中阿含 如果是南传长部经 中部经 以及小部经 以及小部经的这两部经 所行藏经 佛种姓经 那非常明确的 就说这个是佛的前世 缅甸呢 有一位三藏法师 这个缅甸的出家人 考经律论 如果你是你是考过一藏 不管考经藏也好 或是论藏也好 或是律藏也好 经过国家考试通过了 那你是地位非常崇高的 您就有一把宝山 宝盖 您如果考过二藏 那就是两支宝盖 如果三藏都经过考试 都及格 都是及格的话 那就是三藏法师 所以三藏法师 就有三支宝盖 这个台湾有三基 虎山 镖 那是非常尊贵的 如果是三藏法师 他有三支宝盖 宝伞 他的寺庙 他如果在寺庙 一定申请 这个他的旗字 他的旗字就是 三个宝 宝伞 三个宝盖 他出去的时候 国家政府 都发给他车子 现在是车子的 以前可能就是马车等等 巷车 还一定有这一支 这个宝盖 出去啊 收到这支宪兵 这个阿兵哥都要敬礼 老百姓都要合掌 你到加油站加油 都不必钱的 因为这是国家 非常尊贵的 缅甸能够通过三藏考试及格的 到目前为止只有五六个 非常少 非常少 这个二十年前 我去缅甸 我去缅甸了 亲近了一位 二藏的 比丘 亲近了 那时候 他已经五六十岁了 我就 请教他 你已经考过了二藏 你为什么不再继续考三藏 他跟我讲 没有命了 我没有命了 哇 你的年纪那么大 你要怎么考 他要考试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大学入围 那个出试题的老师一样 入围就关在那边了 一个礼拜 这个吃住 通通在一个礼房 都不可以离开 那首先 第一关 你如果是考经账的 你就要五步经 从头icon到尾 当тов 当 emp 这一关就很难 那当然 这个不派佛教的经 不是那么多 可是呢 要把这个经 或是律 或是论统彼下来 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 那彼完了 就开始考试 由这些长老比丘开始来考试 这个是缅甸的出家制度 有一位三藏法师中文翻译成明昆 昆明把他倒过来 叫做明昆 有一个明昆三藏法师 他就写了一部书 叫做南传菩萨道 南传菩萨道的内容就是根据小部经 里面的哪两部 所行藏经 还有呢 佛种姓经 这是根据这两部来写的 也就是南传佛教上座部 也是有菩萨精神 有菩萨道的精神 别传的阿含经已经讲过了 长阿含 中阿含 也有菩萨的精神 因为所讲的呢 都是过去是佛是总文修行 过去是佛总文修行 主要结极起来 也就是所谓的 也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本生经 或是本生谈 或者是因缘谈 这个因缘谈 就是 如果讲本生谈 或是本生经 是过去是佛的 本生的故事 如果是因缘谈 因缘经的话 就是过去是佛跟他的弟子 是如何的教学 如何行菩萨道的精神 这个大圣的思想出现 还是在原始经典就有了 那我们现在来探讨 探讨印度的大圣菩萨道的精神 或是这些经文 到底是什么出现 我们谈过很多 印度的社会背景 政治背景 以及宗教背景 促使着佛教从解脱道 而发展出菩萨道来的 那这些我们都介绍过了 我们这里就不谈 我们是来谈了 这个大圣的经典 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大约是在佛灭后五百年 佛灭后五百年 也就是这个西元元年的前后 这个真正的时间没有办法确定 那大约 根据推论 大圣经典出现是在佛灭后五百年 那佛灭后五百年呢 开始有大圣经典出现 那大圣经典出现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 就是人间的菩萨道行者 会从解脱道转为菩萨道的修行 人间菩萨道行者呢 从从从从从什么 从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那个道立天的天主 从第四天那边学到大圣法 或者是从这个天上的菩萨 或是天上的佛 注意哦 不是从人间的佛来听到大圣法 好 这是第一种形式 人间的菩萨道行者呢 从第四天 从这个菩萨 还有从佛那边听到大圣的教法 这是第一种大圣经典出现的方式 那第二种大圣经典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这个修行者 当然修行不是一辈子一世的事情 是生生世世在修行 所以这个修行者 因为累世的修行 如果累世修行能够修到有两种方式 修到正念分明 正念分明就是说 哦 真是死了 然后正念入胎 正念住胎 正念出胎 那这样子 这一种的菩萨道行者 他记得他前辈子 怎么修 是这种方式 还有人间的菩萨道行者 因为修戒定会 修定 修定后来就有了宿命通 有了宿命通 那就知道他过去世是怎么样子 看过去世是怎么样子 就是这个修行 那从这两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圣经典 菩萨道的经典 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叫不可思议 等于就是秘法 秘法是什么呢 看你想都想不到的 因为这个不是人间的 释迦摩尼佛所说 当然经典上一定会 后来就讲说 这个是佛怎么说 这个佛怎么说 他并没有讲这个释迦摩尼 而是讲世尊 是讲伯切犯 那佛在什么地方 佛什么时候怎么样 都没有讲 说是这个西达多所成的 释迦摩尼佛 我们一看大圣经典 都是讲佛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入山面就开始发光 大地震动 那些慧众 他就开始在那边猜 今天佛为什么这样子的表演 表演万道豪光 哇 整个世界大放光明 今天佛应该有什么事情 要交代我们的 然后呢 就开演了很多的大圣法门 这样子有大圣经典出现的方式 就是有两种 第一种 这是人间的菩萨道行者 从第四天王 从菩萨重复那边 听闻道大师的教法 那第二种 这是人间的菩萨道行者 正念分明 所以回忆记住 前辈子他修行经过 或者是有了树荫通 他就知道了过去式的事情 所以诸位 我们读这个扎案经 或者是南传佛教 有没有说不可思议 有没有出现不可思议 这四个字 没有 南传佛教救手 佛所说的法都是可以思议的 佛所说的法 都是大家可以经验得到的 您的当下午 运都可以知道的 特色就是在这里 但是在大圣经典 经常出现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个确实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从大圣经典出现的 这两个方式就知道 大圣经典其实就是密法 这是密法 你要思议 你要想也想不出来的 也想不出来的 当然这个都是在印度先集集大圣经典的 往来举几部经 简单说明大圣经典出现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人间的菩萨道行着 从第四天王 从菩萨 从佛那边 听到大圣的教法 我们可以举第一部经 叫做文殊师利波内盘经 文殊师利是智慧第一的菩萨道 文殊师利波内盘经 里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 对某一位修行者告诉他 大圣要怎么修 大圣呢 我们知道大圣最重要的就是修佛日 所以文殊师是智慧的象征 这汉传佛教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 狮子是百兽之王 狮子猴 文殊师利波内盘经 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 对某一位人间的菩萨道修行者告诉他 这个大圣的教法要以波日为重点 以波日为重点而行菩萨密 这是智慧立他的方法 那第二部呢 我们可以举这个大宝基经 大宝基经非常大的一部经 这个大波日经也是很大 这些都是阶级的 而华元经也是一部一部这样子累积起来的 法华经也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一部经一部经 这样子累积着 在大宝基经富罗纳会 富罗纳会呢就是 富罗纳是佛的声文第十之一的 在大宝基经富罗纳会里面提到 道立天的天主 道立天的天王 就是第四天 有的时候我们称为四体环音 而这个四体环音呢 他从道立天下来 下来呢对人间的行者呢 讲说这个大圣的教法 大圣的教法 这个又是从 所以我们说经典五人说 经典有五人说呢 包括佛说 佛弟子说 也包括天 天 那天啊 讲法讲的最多就是 四体环音就是第四天 第四天 这个四天王会不会讲天 不会 那四天王中文在乎法的 根本不可能讲天 那请问四禅天的天人 天神会不会讲天 当然不会 因为他们都在定中 如果讲天 所以会讲天的 那就是四体环音 就是第四天 第四天从道立天下来 对妇罗那尊者将大圣法 而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 诸位都在研究 于且师弟论 于且师弟论 汉传的于且师弟论 是什么呢 人间的菩萨到行者 五左 这个五左菩萨 他到度帅天 到度帅天 谁为他讲这一部论 他说谁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为他讲于且师弟论 而讲于且师弟论 就是于且师弟论的前半部 前半部五十品 五十卷 这个五十卷 就是本地分 本地分分成十七地 分成十七地 这个是汉传佛教 那至于从后面五十一地到 五十一卷到一百卷 那等于就是在解释前面的五十卷 那谁解释的 那就是这个五左菩萨 这是五左菩萨解释的 这是汉传佛教的传说 如果藏传佛教 就说于且师弟论是弥勒菩萨所造 差不多一样 那总之 就是大圣经典出现的第一个方式 人间的这些大菩萨 也就是人间开始发大心 有自立立他 以立他为先的这些佛教行者 要么从第四天王 四体法音 要么从这些菩萨 来听到教法 来听到教法 那我们也可以再举这个菩萨 有文殊菩萨 迷勒菩萨 我们可以再举这个 《维勒菩萨所说经》 那《维勒菩萨所说经》 这个东方 东方就是维勒菩萨 他的国土 魅萨菩萨祉菩萨周诗菩萨 insert 《维勒菩萨出iete Cayric lots》 being in the program 她说他们 阿菩萨所说的众生 WILL 学习 嘗 比我们俗菩萨ã 师 his music 厉害 在世界的众生 快乐多啦 犹未通 Musik 因为 妙洗国的佛教 要 хар〲未通常呀 都要高清醒 Oh 聞香 像我们副理事长一样 他的这种烹饪的专家 那个美味 那个饭 一吃了 大家就开悟了 光是闻香味 就可以开悟 这个也是他方佛所说的 这个是不是不可思议 这个大圣经典是不可思议 那第二种 大圣经典出现 就是人间的菩萨道吸引者 有正念 所以记住前辈子的修学 或者是有了宿命通 知道前辈子修菩萨道的过程 我们在引用大宝基经 大宝基经很好 里面有很多菩萨的故事 大宝基经有菩萨藏会 里面提到说 法藏比丘有大炼会力 正念的炼有智慧 有大炼会力 因此知道他过去是怎么样子修行 法藏比丘后来成佛以后叫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宝基经还有前面提过的富罗那会面 有一位比丘叫做得念 得到的得 正念的念 得念比丘 也因为他的正念 正念的力量够 正念的力量够 因此他也记得 得念比丘也记得记住他过去是怎么样子修菩萨道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再举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有一部佛教史的书非常有名 那是在十几世纪的时候 一位喇嘛叫做达拉纳他 达拉纳他他写了一本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里面提到 就是在加斯米罗 以前叫做祭兵国 就是现在的喀什苗 羊毛最有名的喀什苗 加斯米罗那里呢 就提到说 那里有五百位阿什尼 阿什尼就是这个老师上师的 有五百位阿什尼呢 接受了文殊菩萨 厉害了 还有弥勒菩萨 还有观自在菩萨 这三位菩萨的教导 教导大圣法 同时加斯米罗 西方有一个古王叫做相马王 像是相的相 相片的相 牛马羊的马 相马王啊 就为这五百位阿什尼 就盖了五百间的茄兰 茄兰呢 也就是精涩 这个精涩呢 给他们修行 那这样子 我们就 看得到 确实实 大圣经典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大圣经典就是 密法 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 不是我们一般人 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是从 第四天 尸体法根 从文殊菩萨 尼勒菩萨 观自在菩萨 或是从他方佛 听到 大圣的教法 慢慢的大圣经典就出现 然后大圣的 律出现 然后呢 大圣的论就出现 这出现以后呢 就对修行者的心 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修行者的心 要怎么修行 到最后成佛 我们等一下再稍作自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